墨尔本机场还有是免费期到我们的地方 现在是在墨尔本机场 澳大利亚的最大城市 本期呢我要分享的内容是关于墨尔本机场 睡机场 这是我今天晚上要睡的地方 没错,墨尔本的这个机场呢 可以就是过夜,24小时开 厂子还是很舒服的 而且它这一台是没有那个间隔的扶手 所以我这个位置是在这个T3出发大厅的这个麦摩楼附近 前面是那个麦摩楼 这边有个自助收货机 这里边卖矿泉水啊 一边关了水大概是20人比 不过你不需要买水 前面那个洗手间里边都有这个免费的这个饮用水 这是我睡觉的附近这一块 可以看到那边的这个座椅上 也有很多人在那躺着在那睡觉 那边还有那种类似长沙发的那种座椅 已经被别人给占了 看着还挺舒服的 然后这边是那个维珍澳大利亚航空的主要的这个值地点 然后墨尔本机场基本都有这个称这个行李的这个称 你都可以免费在这边称你的这个行李的这个是多重 然后WiFi非常普遍 WiFi也挺快的 就是很方便 不需要你有那个手机发验证码 就可以使用 就在我睡觉的这附近呢 有一家快单厅卖木牢 这边值得一提的是可能是24小时开 然后里边的物价的跟市区没有什么区别都是一样的 一般在澳大利亚这边摩尔本这块市区跟机场的这些物价其实都差不多 没有什么区别 我的观察是这样 所以不必担心就是说你要在市区打包一些东西到这边吃 物价都差不多 然后咖啡厅呢 这几家已经关掉了 然后这边还有其他的那些餐厅可能在这个进入到这个就是后机厅的时候你会有更多的想象 T1234这四个行站楼其实都是挨着挺近的都起来也很方便 你看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我那块是不带扶手的这些地方是带扶手的不能休息起来会不太方便 所以如果你想要一个更舒适的环境的话 尽量是在早一点的时候过来站一个地方 现在要分享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信息 就是在摩尔本机场它有淋浴就是免费洗澡的地方 从T2走到T1的这个过程当中 这个中途有一个地方 这里是一个淋浴间 T12到T快到这个中间的时候 在这个位置 它有一个淋浴 我们进去看看 有点遗憾 我刚才去到那个淋浴间的时候 它里边门推不开 我不知道里边是不是现在有人 但其实在澳大利亚免费洗澡是很平常的事情 尤其在一些公园里还可以免费做饭 所以不足为奇 你在机场里看到免费充倒的地方 今天就是有点压 没有人进去 要不然我会试一试这个水温 什么的 之前在一些加油站 我也遇到过这种淋浴间 吸到很多方面 基本可以分享的就是 墨尔本市计场没有问题 也没有人敢 然后感谢你们的观看 祝你们都有一个非常美好的一天 美好的早餐 美好的晚上 下期市计场在哪里呢 下期再见 拜拜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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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d come 不然 不免购 感谢观看